台湾尤其是武漢肺炎事件 很多人都贊台湾说它做得很好 在国际上 而很可惜 因为它不是世卫成员 连观察员都不是 所以它如何对付疫情 其实台湾应该有很好的 在国际上的贡献 因为它不能参加世卫 就变少了机会 而香港电台访问世卫高级官员 我问一问一条好 台湾自己也经常说 台湾想参加世卫 他问一下 那个记者是完全没有立场的 那个世卫就害怕到 都不敢回答 再问一下就收线了 已经是很离谱了 怎知道邱腾华局长 虽然当然他的局是管 所谓叫管香港电台 然后出声明去批评香港电台 说他做得不对 然后去到立法会 当然很多议员都问他 那实在是什么不对 问一条问题而已 他都说不出 又说他的感觉 又觉得不单止那个节目 另外一个节目都不行 又说如何违反一国的原则 每个人都拎了头 当然有些保皇党在立法会 就说港台就好像帮台独去撑腰 其实说些事情是无限上纲 而我相信从我的角度 或者从很多香港市民的角度 就是很担心 将来他们最差就会弄死港台 因为其实港台很多年 都是被那帮保皇党 亲北京那些人針对 因为他欺笑怒骂 他做很多节目又讽刺 又整个说话 由董建华那时候已经很不喜欢 又说我都不评论这麽低趣味的节目 然后一直骂 很多人都觉得他是眼中钉 欲中刺 又想拔掉他 但是他是个政府电台 但是他又做公共广播 你说民主派也好 很多市民是很欣赏他们的节目 也都很 不是说要他去支持哪个 支持哪个 而是要他很独立 不编这边不编那边 但是很自由 独立地用他的新闻自由 编辑自主去做节目 这些是香港很需要的 那现在邱腾华 借这个世卫台湾事件 搞到这麽大件事 那现在下来 就很多人是很担心了 我相信包括他香港电台的员工 和很多新闻界的朋友 和我们在公民社会 是会担心 那怎样去处置这个港台呢 是不是以后不准问问题呢 最好笑 后来他们出了个 在这个头条新闻 扮认自己太后 自己太后说 我很喜欢吃鳳梨酥 叫个太监 在哪里买 他太监说 我不能说 你说好不好笑 连搞都变了 台湾的名字也不能说 那是不是要变成这样 那还有 就是会不会 会不会炒了梁家荣 因为梁家荣就是处长 我和梁家荣当时是同事 很多年前 我们大家一起 在《无线新闻报》做的 那其实梁家荣呢 老实说 就不是说出了名 很硬正那只 不过在这件事 算是这样 他被局长这样骂 他说我们没有做过的事 是违反一国 没有做过 所以我相信局长当然很生气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又出来支持邮局长 所以大家会关注 下一步如何呢 如何去收拾 如何去钳制香港电台 是不是要赶走梁家荣 因为梁家荣是合约的 他明年是到期的 但他可以觉得他有大错 是不是要提早赶他走呢 以及以后香港电台 无论你英文的节目也好 其他节目也好 新闻报也好 是不是没有自由去问问题 是不是真的变了喉舌 好像大陆的中央电视台 那样的呢 大家是很担心的 而且这些一路推下去 是会影响到其他的媒体 因为你现在就说 你香港电台是因为政府部门 但如果你其他媒体 你说这些原来你违反一国两制 违反基本法 那都很大罪 所以是很多是很担心 这件事我真的呼吁 大家都要密切关注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 是有很多团体已经成立了 是去声援 是去支持香港电台 是支持这个编辑自主 新闻自由表达自由 记者去问问题的自由 所以这些事情 我们是不可以调以轻心的 因为一国两制之下 大佬我们又不像你大陆那样 你大陆就说什么都不给问 其实大陆的记者都很勇敢 有很多 不过他肯定没有我们香港自由 我们在这里一天 我们就要撑着他 要去说要去问 这种情况之后 民众怎么做呢 之前他们搞的新闻会 记者会 曼云亭亭和毛依依 他们说我们集人是 大家支持港台 具体上我们是 怎样做得更加好呢 我从来都是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 如果是 现在就当然不可以集会 现在的多个四个人 聚集他就抓你 但在网上大家可以发声 去表达 还有呢 亦都要看他的节目 因为现在你知道 那些无线 那些免费电视又说不播了 那我们要去支持他的节目 要去看他的节目 在网上看也好 在三十一台看也好 就是让别人觉得 他是很受支持的 有很多人就说 写信去投诉 那你就可以写信去支持 这些是民间可以发动的 现在很多人都是发动这样的 就是我相信要在舆论 在各方面 是用一些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方法 是表达到 是很支持他的 是很多人是去支持他的 所以如果有什么事 是会犯众争的 就是要令到当权的人知道 不是说 香港电台是孤立无缓的 你弄死了他都没人理的 当然不是啦 所以大家 群众是要出来 那我相信群众还有很多想法 就是我们希望百花齐放 但是呢 是要和平的 理性的方法 还有呢 是要真是可以表达到 真是很多群众支持 不是柴枯枯的 几十人或者几百人的 这样的 还有真是要告诉他们 我们是支持你的 希望你呢 是不要去做自我审查 不要放弃了你的专业 不要违背你的专业 因为很多市民是靠你们的专业 那个方法去采访去报导 然后拿到一些讯息 报给大家听的嘛 那如果你们收了手 个个不敢做 大家便少了一个渠道去知道资讯 因为现在我相信 很多传媒都会可能告诉你 我们听他们的老板各样东西 都有很多压力的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 是要支持他 尤其是港台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 就是他相信他的 是觉得他是一个好的 技巧好的传媒 那我们一定要支持他的 给他们看到 无论香港电台的人不好 前线的议员都好 和政府都好 给他们看到的民意 香港人的民意 是支持他 是的 可以写信 一个方法就是写信 是吧 因为他们对面有些 不喜欢也会写信 这个是他的自由 你谁支持 喜欢都可以写 给梁家荣收很多信 甚至你可以写信 给邮局长 写给行政长官 总之用你的方法去表达 虽然这个政府不是选出来 但是我觉得任何人 即是他当权 如果他收到很多群众的信 他都会坐在那里想想 是吧 而且那些信很明显 是真的 不是几个人发动 每个人都射进来 是真的 无千无万的信 怎会不会坐在那里看下 但是那些什么都没有 他会觉得 我打死你了 都没有人理的了 所以我相信 我们真的要是时候要行动 这是很好的主意 好办法 其实国际上 我们要做不做到呢 国际线 国际上能否争取到 其他国家的支持 关于这方面 新闻自由方面 我相信香港的新闻自由 和香港各方面的自由 在国际上是很关注的 一个是美国 因为他都立了法 讲香港的民主人权 新闻自由当然是其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人权 在英国也是 英国国会上个月才有个辩论 虽然其实时间就不太好 因为武汉肺炎那么大件事 但是他们都辩论香港 亦都有提到香港的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当时因为这件事未发生 但是他们都会提到 是抓了黎智英 杨森和李卓人 他们上议院的分着都说 尤其是黎智英 因为他是香港最大的 亲民主派媒体的老板 你抓了他 是很有标志性的 你抓了这么大的人 为了什么 你说他什么非法集会 很多时候都在非法集会 还有说他不知几年前 说了一句粗口 真是很离谱 还有那样东西 其实这个律政司那里 他们是拿过外面的法律意见 而是叫他不要告 但是律政司司长 这个郑若华 是要坚持都要告 就是这么无聊的东西 你给到国际社会看 就是觉得你就是要打压 打压新闻自由 你黎智英聪是怎样的 我就抓你 然后给个信息 你其他的编辑 记者 其他那些 第二个机构看 你怎样 你都没有黎智英那么有钱 他都可以抓 我怎会不抓你 是吗 所以 这个信息是很强的 所以在3月19日上议院的辩论 很多的分爵都提起这件事 是觉得很大件事 还有有些分爵甚至说到 他们在辩论发言 其实他当然是对着政府 他问英国政府 你们会不会和美国一起合作 去处理这些损坏人权的人 还有英国自己本身 只经有一条Magninsky Act 他这个法律是容许他 去针对那些违反人权的人 禁止他进入英国 还有去冻结这些人 在英国的资产和他的物业 即是和美国一样 所以有些分爵发言的时候 已经叫英国政府 你搞成这样 你无端端逮捕了黎智英 杨森 李卓人那些 你说他非法集会 又没有暴力 什么都没有 你这么小事你都逮捕 是否我们要启动这条法例 去惩罚这些人 所以在英国又说 美国又说 尤其是美国 因为他立了这条新的法律 他这两个月 应该要出报告 在报告那里 就看他会不会有什么建议 就是如果他觉得很离谱的时候 他美国可以做得出 而我相信 你说大陆当然不怕你 我不知道他怕不怕 因为其实很多大陆的有钱人 你说共产党员那些 其实他有很多人在美国 很多亲戚 各个子女在美国 最好笑就是 美国政府全部知道 还有他们很多钱在美国 很多投资 还有很多物业在美国 你在这里就常骂人家 但人家就知道你的东西在别人那里 那别人启动法律 禁止你不让你去美国 或者把你美国的资产凍结 都很大件事 还有呢 有些香港的一些权贵 有些我知道 他直接走去问美国政府 他说喂 我的名字是不是在你的名单上 表示 其实他们有些震过妈妈王 都不知道多震 人家都未曾开始启动 他都很害怕 而且有些人 好像有物业在美国那些 已经快要去卖鬼了 因为他真的很害怕美国冻结他 所以其实这些是杀手锏 当然美国政府也公开说过 他不会那么容易去启动 因为那个门槛很高的 而且他要启动的时候 是要几个不同的政府部门 大家都调查过 大家都找到证据 同意 某人或者什么是犯了的 就是犯了很严重侵犯人权的事情 才会启动 但是有些人就已经那么害怕 你说好不好笑 所以国际社会 现在就因为这个疫情 很多国家都鸡毛鸭血 不过现在很多国家都出来吵 大陆已经离谱了 在这里隐瞒 但是因为他自己国家死那么多人 病那么多人 所以他现在是没有心机 也没有精神去说其他东西 那有些人就说 北京就因为这样 就所谓叫趁火打劫 因为当你没什么精神 他就做很多 你什么坏东西 甚至有些人说 要就23条 基本法23条 立法都做了 如果你香港做不到 你林郑月娥不肯做 好 我北京立 立了给你 如果他这样做 就是违反基本法 因为基本法23条是说明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的 就不是你北京自己立了的法 就扫下来 这个国家安全法 就不是 但是我是听到 有些商界那些说 其实商界那些他都很忧心 因为他最想做生意 当然他当然是想有自由 各样东西 他说死呀死呀死呀 他说如果中央真的这样做 他也知道香港的反弹会很大 因为就算这8个月的示威抗议 各样东西未停 虽然你说现在有个疫情 你现在经常都见到那些人走出来 他不怕的 那天才在太子站 已经拘捕了50多人 所以你说如果还要搞23条 我相信民粉就更厉害 但是有些说 他说北京理你也傻 现在趁你病就拿你命 你全世界都没人来 我就搞你 但是我相信香港人也不是好搞的 如果北京是要这样揽炒 我觉得就会很大件事 我希望林郑月娥 集团和香港那些商界 就是要出声 如果北京真的说硬硬要来 要握一条23条 你是不是想整死香港呢 你只是引渡的条例都搞到这样 你23条 23条来到就好像令你觉得引渡条例 好像迪士尼那样 因为23条不是说一笑 所以很多很烦的事会发生 如果这样的话 会逼死香港 比如说你刚才说商界 所谓的蓝丝都反他 全都反他 但在国际上出手 那班人 那班人就不是这样 他就觉得自己也不敢 因为他会觉得他会有很多东西在大陆 他当然不想让中国政府搞他 还有他们有些都自己也觉得 他说他们在中央政府的影响力 是越来越低的了 中央都不是这么看他们 但是我们就会觉得 怎样都好 就是中国仍然 中国政府 共产党 仍然是觉得 应该 是觉得香港对他 是有用的 老实说 如果真的没用 喂他用什么理你 他就一手撕烂 中英联合声明 一手撕烂基本法 但是有些商界 就觉得可能 都离这个不远 因为他有些事情 他是不识的 这个就大家看了 大家不知怎样了 但是有些人 是比较悲观 这些抛会是否 9月份立法会选举预期 给你们举行 或者好像方乖所说 拖后 跟随后取消呢 这个选举呢 我相信会举行的 而现在呢 我相信 因为林郑月娥 继续是非常不受欢迎 那些市民对他很反感 就是去年11月的选举 就是因为那么多人 是很痛恨他 所以很多人才用个票 来投票是抗议他 而亦都是那么多人出来投 因为我们香港从来没见过 一个七成多的投票率 从来没见过 没有人猜得到的 而当时呢 有些就说中联办呢 他自己做了些研究啊 什么呢 就发现他们会赢 因为他们的票很实 而且是多了的 那他疼那个呢 他会觉得他们会赢 但是他们发梦都猜不到呢 他是没错的 因为他们很多的候选人呢 他们的票数是升了的 他不是跌的 但是他们猜不到 就是这边升那么紧要 这个他就猜不到 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很多区 你看到他们的票是高了 但是另外那个更高 所以他才输嘛 那所以呢 就是呢 但是如果林郑月娥是继续那么差 那如果你北京要搞些事情 令到市民是很愤怒呢 那去到九月呢 很可能呢 投票率亦都会很高 那这样呢 就出现呢 就现在有些人喜欢说 就是过半 就是在立法会里面有七十席 如果你拿到三十五席呢 就很厉害 那这个一定是的 多年来我都说了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国会 任何一个议会 你哪一帮人 一个党也好 一个同盟也好 你拿到一个议会一半的议席 你就很大权了 那有什么权呢 因为香港所有的法律 都要议会通过的嘛 还有那个财政预算案 都要议会通过的嘛 这个也不用分组点票 因为这个是政府提出的嘛 所以如果哪一帮人 是拿着一半的呢 就控制了这个权 你说多大权啊 所以他们现在 就希望可以谈得到 大家以后出来 就过半数嘛 那我跟有些商界那些说 呢 他们有些都跟我说 因为商界都会关心啦 这个比区会更重要的 因为他们的权很大 他们那些亲男的那些 他们的看法呢 他会觉得是会过半数的 因为市民是很不喜欢政府嘛 他再一次呢 是会用这个投票呢 是做一个抗议示威 他会选一些不喜欢政府的 抗议政府的进去 那如果真是选到过半呢 他们会觉得呢 北京呢 是会反面的 北京是不会接受的 就是他们想的 那是怎样呢 那就真是不知怎样 但是他是不会接受的 他是不是会出来 好像DQ 把你很多人 废了你武功 或者你废了你立法会的权 或者甚至 撕难本基本法 就是你不知道他做什么 他也都未必需要军管 未必要宣布军管 但是他们会很担心 如果你这么威胁 你拿一个半呢 共产党是会反桌 那当然我们当然不想啦 而且你反什么桌呢 因为那个选举 如果那个选举正正经经做 那又是民意来的嘛 选到出来 为什么不接受呢 喂 只是输打赢要你就发达了 但是在香港有些圈子里面有些人是很忧心 他又知道香港人是很生气的 香港人是会用个机会来去投票去抗议 可能出了这个后果 他们会觉得可能是闯下离天大和 但是很多香港人会觉得如果我真的选到 是过半数是民主派的人 又有什么不行 基本法又写出来 不是每次你们过半数就行 我们一个半数就不行 所以对有些人来说他是很紧张 我希望哪些人都好 可以和北京讲话的人 当然不包括我 就是要解释给北京 香港人 当然有些是说要搞独立 尤其是那些年轻人 那些是被逼出来的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都不是要这样的 大家都是想北京跟着中英联合声明 跟着基本法一国两制 尊重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法治 公义 给香港去发展民主 那这些事情 从什么角度来说 都是很合理 很理性的 北京无需要雷停大路 说去施烂基本法 要搞什么 当然不行 那那个制度放在那里 香港人用那个制度去选 你说去年11月选 区议会也好 今年9月选 立法会也好 跟回制度来选 如果选了出来 谁多数就是多数的 你没有可能 多数我们那边 你又说我们输 你又在那里搞事 当然不行 我真是希望大家要冷静 当然我们这边民主派也要冷静 也要大家操作得好 你才可以赢 老实说 因为这个不是区议会 区议会是单议席单票 有四百多个位 你大把可以去选 现在这里地区值选的三十多个 还有选民去到投票是多议席单票 你明知这个区有九个位 不然你才可以投一票 那就看你有没有什么智慧 去分到你的票 令到那些人可以进去 但是如果个个都说 我赢了我出来争 人家区的九个位 你一出出四十个名单 分到那些票散了 那就赢不了 我相信共产党也会操作 你不用怕 他一定会操作一些人出来 我是民主派 我又出八张名单 你便付钱 不要紧要 你便去跟他打 很多事情会搞 但是如果这件事做得不好 你亦都赢不了一个半 因为你自己都打了大架 喊了 很多这些事情便会发生 但是有些人就是担心 就算你赢到了 过半他又发癲了 所以这几个月真的是 驚涂骗浪 没关系 我们香港人什么都见过 所以我们要 但是我怎么都说 我们是要和平理性非暴力 还有我们是支持一国两制的 但是我们是希望共产党 都要尊重中中英联合声明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不要乱来 不要以为 现在个人都没有空理你 或者你死 他走来搞 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们香港人都不是很欺负 如果你明明踩到上面 我相信香港人亦都不会接受 有些人甚至也说到 我怕什么牺牲 当然我当然不想见到 香港市民牺牲 无论什么年龄 所以我仍然呼吁大家冷静一点 但是我们要很有尊严 很有决心 去为我们前途去争取 但是是一点都不容易 现在看下去 有些人可能是发癲的 但是我们要很冷静地去处理 你看到民主派有很大的政党 有很素人参与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他们 我希望有人听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听 有些人更加提醒他们 我们这么多个月的示威抗议 最重要的口号是什么 没有大台 没有领导 没有代表 个个都这么高这么大 但是也有不同的示威者跟我说 怎会没有领导 怎会没有大台 你要做到成事 你就一定要有合作 要有大台 不是什么领导 大家当然要互相尊重 那现在呢 未来这几个月就要考下 无论你是素人也好 你是政党 即是你有没有那个智慧 有没有那个能量 大家一起合作 去做好它 而且在这个过程 我刚才也说 一定会有渗透 很多事情会搞的了 有时候你都不知道 谁是人 谁是鬼 那就尽力去做 但是这一场跟去年11月是不同的 因为是多二值单票 如果你说 我这个区 我出40张名单 我出多少 那你真是云 市民呢 我想市民也会很生气 市民未必明白 你什么多二值单票 怎样才配到那些票 才刚刚赢到 但是市民是期望你赢的 但是如果你在这搞一大论 你不理由自己打自己 出来原来输了 本来赢都变了输 被亲共那班赢了 我相信香港市民 他当然不会杀人 不会打人 但是他的愤怒 是会很厉害的 因为市民是希望我们 所谓俗与开生生胜胜 大家有智慧去处理 而不是走去自己揽炒 然后明明有些位子 你可以拿的 因为大家自己互相攻击 去打 输了 就给了亲共的 去拿多了位 所以市民的意思就是 我不知道你怎么做 不过你一定要做得好 因为如果你做不好 市民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希望大家都听到这个讯息 希望所有去参选的人了解 因为老实说你是说得对 我跟你现在走到街上 如果你访问一百个人 你说你知不知 立法会选举那些议席 那些候选人是怎样拿出来的 一百个 半个都不懂 我现在问你你都不懂 我免得考你 是很复杂的 所以市民是不知道的 而且他入到票站 他只得一票 他只懂那样 但是你有一票他有一票 最终那些 哪个候选人会赢 哪个会输 是怎样 是很复杂的 但是市民是期望 你这些人处理得好 是令到你 因为有这么多人的支持 你会拿到很多位 就是这样 他只想你过半 那你就大家要做好他 市民就不懂得这么复杂 你们懂得 懂得来便要协调 所以民主 我经常都说 民主是说什么 民主就是说辩论 民主就是说竞争 民主是说沟通 民主是说妥协 民主是说协调 民主是说协调 最终是找出一个方案 是符合大部分市民的意愿 是很考虑 现在想去参选的人的智慧 除非你立心不良 那就不要紧要了 你进来弄死他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大家好 拿到过半的 你就要大家有商有良 这个过程是一定要有妥协的 一定要有协调的 如果个个都说 咦 关你什么事 我是要出了 我有钱出了 有人给我几百万我出了 你又出他 又出每一个区 出四十张名单 你怎么办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有任何犧牲 少我曾做两件事 你又不用说得那么重 不过有些人就说 你犧牲 为何要叫我犧牲 对不对 所以就考他们 如何大家去协调 去妥协 去找个共识 那你的三十几个位 直选 就是这么多的 你用八十人 九十人进去 没得坐的 即是未必说 不是你死就我忙 但是一定要有人 要妥协的 如果说我不妥 你又出我 我又出便出 每个人出便看市民如何 那时市民就真是云 我都见到 选举 我带了个急 个急 到他票的都超了 那个上不了 所以就是要想 那时有些就学台湾 以前台湾都有些做法 就是弃补 我弃这个 就是补那个 那个是最后 如果你太多人 每个都弃 你都补不了 所以我相信 比较好一点 就是当你参选的时候 你都没有太多人 但是当然也有些人说 喂 你有什么理由第一步 都不让我选 是不是 或者我去参选的时候 我在电视辩论 我表现很好呢 那我就有机会了 你现在就没有人认识我 那他们未必错了 所以我又要去 所以第一个阶段 你就有什么办法 令到不要太多人出来选 但是又要公道 是吧 如果真的定了那些人出来选 到最后 大家是否同意气暴 到最后 过两天就投票了 一路还有一些调查出来 发现 喂 喂 你的支持率一 二 好心理 那你便出来宣布 我不选了 你又不会犯法 你说 总之我现在弃选了 因为我知道我支持率很低 如果想投票那些选民 麻烦你支持其他 就是有些这样 但是是否这样 是否就可以确保 大家拿到想要的结果 都未必的 但是都要大家有些这样的准备 你不要用到你那个犧牲 但是如果你个个都不相让 而且那个选业规矩不会阻止你 你出一张 他出一张 那便出三十张名单 你越多他们越好 当然你乱到七彩 那便死了 所以就要考大家 肯不肯心平气和 你坐在一起去协商 去妥协 然后去寻求共识 所以民间有提倡的吗 民调 初选 气保 各样都有 但是就看看谈成如何 大家一定要明白 如果什么都不操作 谁喜欢便去 那便会很乱 那些选民又会觉得很乱 我都不知你谁 你个个都说民主派 你有十八个民主派 有几个位置 那我怎么投 我家里四票 我都分不到给你的 所以你是要有些东西出来 那我希望大家 心明大意 大家要去酝酿一下 那如果真的有些新人 但是他又很飙青的 是很有质素 很聪明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接受 但是这个最重要是愿意 坐下来谈 有商有良 但是你也会知道 是有人会渗透 是会搞事的 到时就 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 知道谁是人 谁是鬼 我都不试了 因为这里 你知道香港 共产党什么东西都会渗透 你不单是你选举 他渗透你 你大学他又渗透你 你公务员 政府他又渗透 你商界他又渗透 你什么演艺界 体育界 什么他都渗透了 你新闻界尤其是 他什么都有人在搞 所以你不是说 自己做好自己的 是有人进来搞事 要 有这些人 得错 你怎么办 如果你